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吉隆新闻 我是蔡小居 新闻一开始优先带你来关心 一辆203路线公车不明原因 车底漏油 导致沿线约一公里的道路 从新峰街 贝宁路 一直到和平道的八尺门 沿线留下了一条油渍 陆续造成了十个人摔车受伤 市长谢国良 副市长邱沛林 分别前往探视伤者 强调市府会负起责任 我路上拉出厂长一条痕迹 这些都是公车漏出的黑油 但司机却完全不知道 造成十多名机车歧视 摔倒受伤 就是滑倒嘛 就是遇到油 然后就摔倒嘛 然后他就是重摔在 人行道跟马路上 然后所以他单侧肋骨 就是断了七根 然后七根 然后四肢都擦伤 脸部也都受伤 实际回到现场 虽然地面上已经清理完毕 但还有部分的油炙 事发在11号晚间 公车处一辆203路线公车 驾驶晚间11点下班之后 开车到加油站加油 但不明原因车体漏油 导致沿线大约一公里道路 从新丰街北宁路一直到河平岛八尺门 沿线道路留下一条油漬 陆续造成十多人摔倒受伤 公车漏油是昨天203路线下班之后去北宁路加油 加油之后要返回河平岛路过程当中造成漏油 至于漏油的详细原因 现在目前在清查机械的状况 对于公车漏油导致民众受伤 仍在议会的金融市长谢国良 先指派副市长邱佩玲前往医院关心慰问 议会结束之后再亲自前往探视伤者 感到非常的难过 那第一时间我们已经有打电话给副市长 请他即刻前往慰问 那因为我现在人在议会 那我在议会结束后下午 我会这个立即的来探视这些伤者 并且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 那这件事情的起因是在我们公车处的 这个老旧公车来说漏油 那这些老旧公车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希望把它 退换预算也已经在去年就到位 那这个因为中股车的市场 非常的稀缺这一类的车子 所以我们会积极的努力的 赶快把这些老旧的公车来把它退换掉 市府强调深夜11时接获公车漏油通报之后 警方随即派员到现场交管 环保局也派员到现场清理路面机油 除了会对伤者负责到底也会调查漏油真正原因 记者黄少铭吉永报道 市长谢国梁上任后希望可以推动吉永市升格为直辖市 因此委托相关单位进行调查 结果出炉提交市议会让议员们了解 同时由民政处继续编列300万元追加预算 持续宣导推广 议员们对于再持续编列预算宣导推广有不同的意见 最后决议删除100万元 基隆市长谢国梁上任后 希望可以推动吉隆市升格为直辖市 因此委托相关单位进行调查 结果出炉 报告中指出 基隆市和新北市因为地理人文相近 合并对于政局的影响也最小 又可以争取到直辖市的资源来建设 因此是最佳的选择 不过市长谢国梁个人 则是希望台北市新北市以及基隆市 一起合并还是最好 如果您问我的话 我当然认为说 以台湾跟大台北都会区的一个形态来看 直接将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 共同合并成一个大的直辖市 当然是本席认为最适合 不论是最适合基隆 也是最适合整个区域的一个直接的做法 那但是这个就牵扯到三个直辖市 县市政府的一个行为 而且要他们的同意 他们的背景等等 那单纯看最容易的方式 很可能就是把这个基隆跟新北 直接两者来合并 因为这样不牵扯到台北市 但如果你问我最适合的方法 我当然认为将北北基 就是台北新北基隆 合并成一个直辖市 都是最为适合 那各位指导的其实都很有道理 我们全部都接受 这份调查报告也提交给市议会 让议员们了解 同时市政府民政处 继续编列追加预算300万元 提交议会审查 用于持续宣导推广 但是议员们对于争取基隆升格 为直辖市 几乎没有意见 而是对于再持续编列追加预算 宣导推广有不同的看法 北北基生活圈 基隆夹在双北中间 对基隆非常不公平 因为我们是省辖市 拿不到台北市 拿不到直辖市的什么 福利跟政策 那今天要不要更精进的 让市民了解 假设未来有机会 我们跟台北或新北合并的时候 我们的力气在 我们的优势在哪里 让中央认同 让其他两个县市认同 所以说那我们今天这笔经费 假设不做的话 那我们是空谈 跟双北去合并 不管台北还是新北 人家根本没有意愿啊 这两个市长他们的 这个回复都很含蓄啊 他只是不好意思 让我们下不了台 所以他讲得很含蓄 那我们要往下走 基隆的市民有这样的 高度的期待 这个是往这个方向走是对的 但是你要赶快的去 进行下一步 那你现在还要凝聚共识 我不晓得 这一个三百万到底还要凝聚什么共识 卡住的这个东西 才是我们需要去花费这个预算来做的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还是民意不够支持的话 我们花这三百万来做这个iVoting 来做这个相关的共识 凝聚的这个相关的作业 那才有意义 那如果我们现在的共识都已经凝聚了的话 那我们现在究竟卡在什么问题 这三百万是不是应该花在那一个问题上 革命调查这件事情去年也做过了嘛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说 第一个 你刚刚已经说出了你的看法 你会认为说照研究报告来讲 跟新北合并是最好的 那接下来你当然期待说北北基的一个合并 那我就觉得你就朝这个方向 先跟双北市长先沟通啊 还有需要再做所谓的 另外一个研究案报告再出来吧 那一本一两百页的研究报告 我说你光拿那一本去找新北去谈 去找台北谈 我觉得就有一个依据的基础了 为什么还要再进行这一个部分的预算便利 我不懂 不过也有议员明白指出 所有议员应该要在这笔推动 基隆升格为直辖式的宣导推广 预算上签字 证明自己真的支持 因为合并升格后 基隆市议员的席次只剩三席 先拿一张杂让大家都签 同意说要来做这个合并的动作 因为以后啊 现在是31位议员 如果合并之后啊 基隆市剩下三位 三位议员 大家如果都同意 都同意我们再来做这个预算要不要删 如果大家不同意 你做这个预算之后啊 你去执行 大家都说到胡乖 Büony 你們議會都不要動議了 我們一個人就判他 最後市議會決議刪除這筆預算100萬元後通過 其實根據地方制度法第七字一條 也不是由地方提出 是由內政部提出 所以相關的規則都有 那也會經過非常多年的一個國土規劃的共識 才會有一個改變 所以如果市政府提相關研究 我想大家表達意見是應該 不過現在在審查的預算 其他的意見我們就作為參考 那也把我們議員提出來的 作為他們市府後續的研究 這樣子好不好 如果雙方 我先把這個我想下的結論講一下 如果雙方剛剛討論有共識 因為各方的意見我想就請市政府納入研究 我們預算砍100萬 刪除100萬 然後請市府下次定期會時 將執行成效向本會報告 記者 吳俊松 基隆報導 113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 特奧保齡球賽項目中 基隆女生組第一名 男生組單打第二名 男子組團體第五名 金融市一位呂美玲特別關懷這一群孩子 親自勉勵孩子們再接再厲 也呼籲市政府及各界提供更多的資源 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 特奧保齡球賽在台中開打 金融市選手拿下了團體賽女子組第一名 選手黃志雅 李毅文 陳惠卿及陳雅婷 四個人開心秀出獎牌 興奮之情全寫在臉上 個人賽第二名 然後雙人賽第一名 然後就是大家配合 然後就是一段時間要練習 他參加個人組他拿冠軍 團體賽他們四位女生 女生組也拿到冠軍 因為他參加好幾屆了 因為我看他們這個學生都蠻可憐的 沒什麼活動 所以以前我有跟協會建議 他說那由我來幫他們帶領 我說好 所以每次都我帶領他們出去照顧他們 除了女子組團體賽獲得第一名 選手陳雅婷 李毅文 也拿下單打第一名和第二名 男子組單打賽許文介獲得第二名 男子組團體賽部分 金融市獲得第五名 成績相當亮眼 過程蠻精彩的 因為我們遇到很強的對手 這小朋友去參加比賽 有得名次的 就一個獎牌 一個小娃娃給他小獎品 有的沒得到的他就哭了 我甚至去跟那個單位 要買那個娃娃 我出錢買娃娃送給他們 不然我看得很難過 希望以後我們市政府能知道 我們這一區塊的弱勢小朋友 他們是正人障礙 他們也付出很大的努力 智障者家長也會帶領這些生障者 參加特奧保齡球賽 獲得金融市史上最佳成績 市議員呂美玲 親自勉勵選手的家長 就是希望金融成為有愛的城市 那我們希望所謂的有愛的城市 能夠在這些孩子的身上 可以展現出來 包括他們參加比賽的話 應該給他們更多的經費 而且給予更多的陪伴 而且回來的時候 當他們拿到這麼亮眼的成績的時候 也能夠以適當的鼓勵 我相信我們的孩子 會更高興更快樂 而且這些辛苦的媽媽 也會更有成就感 雖然特奧保齡球賽 不列為正式的比賽項目 屬於交流活動 但是議員呂美玲說 這些生障選手和家長 平常的付出 確實值得肯定 也希望市府和外界 給予更多的資源 讓他們能夠勇敢 繼續向前 記者 黃少民 金融報導 為了帶領遊客深入暢游基隆 一群志同道合的地方創生業者 共同成立了地方創生轉運站 據點就有在市中心的 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 側館一樓 期許這一個平台 來推動基隆西岸 東岸的深度旅遊 唱游基隆有多種玩法 一群地方創生業者 首度推出基隆水陸遊城 特別規劃的免費體驗場次已經秒殺 相當受歡迎 其實基隆在地其實長久以來就是 大家很努力地做 其實是碎片式的旅遊 也就是各個區域其實都在努力發展 但是很少有一個可以去串聯的方式 所以我們整個水項鏈團隊希望可以透過一些陸路跟水陸 不管是勾勾樓的兩人成型 不管是九人座的六人成型八人成型 甚至是船 希望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的串聯 可以把所有的創生區域或者是旅遊品牌去把它連在一起 這是一群關注地方觀光發展的地方創生業者 在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側館一樓 成立名為水陸的地方創生轉運站 開幕當天多位貴賓到場祝福 這個是我們阿傑理事長 在地方創生上的一個進一步的突破 那可以結合更多親子跟家庭的一個遊客 跟我們基隆在地的一個文創 以及一個地方的美食 那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人 那也符合我們現在打造有愛城市的方向 非常開心能夠參加今天的開幕典禮 來到這裡之後 不管你要走水路你要走陸陸 你可以有好多的面向可以去看到整體的基隆 這樣子就可以讓大家很方便的來到基隆 然後能夠去體驗基隆的不同的文化藝術 甚至基隆的很蓬勃的商業 可以來到這邊非常的開心 也很適合老中青三代 親子都一起來體驗 那所以我對基隆的未來 透過我們地方創生團隊 打群架的這樣的一個模式 就是大家互相的串聯 然後一直創造更高的一個好的美好的這種景象 讓大家能夠來體驗 所以基隆未來一定更有生命力 未來一定能夠更好 所以我們也很開心 基隆已經走到一個地方創生的一個里程碑 所以我們結合了非常多的地方創生團隊 在這個市中心的一個基地 所以我們就一起合作起來一個叫地方創生轉運站 希望可以透過這些載具可以帶到它 譬如像我們正邊有信兵山 譬如說我們市區有小碩書屋跟巴六公寓 包括西岸三層有卡米諾 語語文化工作室 包括還有我們的語督漫步 還有巴朵子 希望透過這些載具 可以去把這些地方創生團隊 區域型的品牌 透過這樣的方式去把它串聯起來 那我的身後這邊就是其實我們也是集結了 所有各地方創生團隊它所開發出來的產品 這個地方創生轉運站 未來將大力推動西岸觀光等多元路線 特別結合位在陽明海洋文化藝術館 四樓的一間主題餐廳 提供遊客餐飲與休憩空間 我們跟一樓的這個水路 所謂地方創生轉運站 其實我們是一體的 那我們也希望說旅遊 走不管什麼樣走行程 那我們又是走在地基隆的行程 它不管開始或結束 它都需要一個集合的地點 那集合地點不外乎就是要休息 吃飯喝個下午茶喝個咖啡 所以我們覺得說在四樓這個點也相當的適合 那上來之後也可以做一個空間 因為我們空間也留的預留蠻大的 所以我們也可以接待團體 我們希望結合我們市長大力推動的 這個基隆港文化西岸的 這個文化觀光的一個這樣的政策 以陽明為起點來去做一個 整個在基隆市的一個發亮發光的一個 這樣文化品牌的建立 來一起來做一些城市的行銷 那我們在這個期間 我們一樓的水陸的一個開幕的 陽明有去做一些配合是在6月15號 22號 29號 其實只要搭乘我們的水陸的這個遊港船 其實都可以免費來參觀陽明海洋文化術館 那也可以獲得我們四樓的這個 樂視的這個餐廳的免費茶點一份 引進了樂高 那我們應該算是基隆第一家有樂高的餐廳 那家長可以在這邊安心的吃飯 小孩子在那邊靜靜的玩樂高 不要去再看手機了 這樣的一個做法 那這樣子同時就把親子的休閒 然後跟餐飲就可以好好的做一個結合 發起這個地方創生轉運站的 基隆水巷內產業發展協會說 協會成員來自各行業 一群人可以走得更遠 奇怪為什麼取名叫水巷內產業發展協會 其實基隆是以港而生的城市 所以其實水跟巷就是港的拆解 水加巷 巷內就是哈萊 這是專業的意思 所以我們這幾年其實陸續有很多返鄉的青年 所以我們找了各個領域產業的一些優秀的年輕人 集結成一個平台 我們現在裡面的夥伴大概有80多位 都是各產業很優秀的夥伴 所以我們就成立一個水巷內產業發展協會 希望把地方資源更可以讓基隆更好 所以把各自的一些專業 大家一起來互補 然後一起把它串聯起來 現在我們應該算基隆第一家 把藝術跟餐廳做結合 剛剛是說有親子 現在我們也把藝術結合進來 所以我們也找了在地的藝術家 一個漁夫藝術家叫莊英信 後面都是他的作品 期許未來透過多元的水路旅遊體驗 帶領遊客深度暢游基隆 西岸與東岸各景點的人文特色 發揚永續旅遊的精神 記者黃志生 陳淑萍 基隆報道 為了應用無人機未來應用的趨勢 國立金融商工航空電子科 辦理校園無人機教育推廣研習課程 透過理論講解實際操作 以及學生成果展示 或基隆市國中小校長師長熱烈迴響 校園無人機教育推廣研習課程上 老師分享無人機的未來應用方向及法規現況 同時分析基隆各校地理環境的適用案例 無人機的教育深耕多年 我們希望能夠把我們的教育所得到的經驗 推廣到基隆區的國中國小 所以我們舉辦了一個校園無人機的教育推廣 能夠把這樣的經驗跟大家分享 市長們動手組裝微型無人機 透過模擬系統訓練飛控技能 再來進行飛行演練 讓學員感受駕駛的熱情 很高興能夠抓住那個時代的趨勢 在現在來講 我們AI跟無人機是最夯的一件事情 那學了那個無人機 其實在很多方面都能夠做一個未來的運用 將來我們基隆市的孩子、學生 在這一方面 我們如何規範學生在這一方面的 研習跟學習 確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空拍機的一個推廣 不僅僅是讓學生在科技 科技的一個產品上面的運用 其實對於它在訓練他們邏輯思考上面 也有非常大的幫助 透過我們的教育 讓學生運用無人機 去看更多面向的事物 最後由航電科學生 示範國際盛行的足球無人機賽 整線無人機的創意應用 在我們這次的研習課程 主要我們推廣的是所謂的微型無人機 那因為微型無人機適合在室內飛行 那其實也可以幫助每一個學校在 排除我們的無人機的一個法規限制 那讓我們的教學可以更自由的 去發揮設計我們的教學活動 透過跨校交流分享 有助提升師資專業能量 啟發學生學習的動機 為學子探索無人機 人工智慧等潮流科技 預做準備 無人機教育推廣 在 記者蔡曉君 基隆報導 臨近基隆火車站的基隆轉運站 七位一號將要啟用囉 想要去搭國道客運和市區公車的民眾 趕快follow me 要搭乘國道客運的民眾 可以從中一路上火車站南口 對面的轉運站正門進入 直通後車區域 也可以從舊火車站旁邊 這個大頂童下方進入 拉電梯或走樓梯到後車區域 如果是下雨天 也可以從火車站南站 經過街舞空間這個聯通道 來到大頂童下方 再利用電梯或樓梯 就可以到達國道客運後車月台囉 這裡有國光客運 泰勒客運 和網士林 及內湖科技園區方向的 各條路線客運 如果民眾想要搭公車 就要去轉運站外面 新落成的市區公車後車停 民眾可以進轉運站 再步行到外面的公車後車停 或是從火車站北站 經由樓梯 通往公車後車停 這裡的後車停 可以搭乘施工車 前往太白莊 信義 中正和安樂 常跟音樂的方向 有很多本質感 可以喔 用電梯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新闻讯传 华南金控全国青少棒锦标赛 6月8号到16号在新北市三重开打 成功国中组成联队参赛 议长佟子伟亲自透过中华职棒球员工会 目得所需要的资源给成功国中 祝福成功棒球联队打出好成绩 华南金控杯全国青少棒锦标赛 6月8号到16号之间在新北市三重开打 基隆市以成功国中为主体 结合明传国中以及二姓高中国中部棒球好手 总共17个人一起组成联队参赛 由成功国中来代表 所以大部分球员是由成功国中为主 然后再结合了信义国中与二姓高中国中部 还有明传国中的好手来一起参加这次的比赛 其实因为我们是连队的方式 而且基隆大部分的学校就是棒球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盛行 所以其实只有我们礼拜五的时候 会去大五轮球场来练球 然后如果下雨的话 我们就是在成功国中 有一些室内的风雨操场来做训练 不过因为球队急需球衣和球聚 本身热爱棒球一向支持棒运的 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伟 亲自透过中华职棒球员工会募得所需要的资源 包括捕手护具两套 硬式球棒两支 硬式棒球武打 以及练习一二实践 希望成功国中棒球连队打出好成绩 可是大家这样子努力 克服我们所有的千辛万难 练球的空间时间都要用不着 还这么去愿意实践自己的理想 所以我非常敬佩大家这样子的努力 那我们也希望在我们重振的过程当中 可以为大家或是为自己的兴趣或梦想 帮大家在大家身上实践 帮大家争取更好的空间跟环境 所以我们最近也去大午的棒球场做一个会刊 希望帮大午的棒球场变成一个比较适合 比较适当可以比赛的一个环境 感谢这位议长这边他能够在 虽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帮我们找到了 我们所需要的这些配备 然后呢其实我这边我也跟我们议长这边来沟通说 尽量把我的配备能够升级再升级 因为就像我刚刚跟校长说的 公寓散极式必先立几器 我已经把最好的武器给你们了 希望你们可以拿出最好的运动家的精神 通过这么最好的配备 我们打出一场漂亮的一场胜战 成功国中棒球连队教练萧明志 曾经在LAMIGO桃源队打球 这次球队在基隆市棒球委员会主导 以及学校支持下 4月初开始每周五集训备战 这也是基隆市相隔4年后 再次报名华南金控杯全国青少棒锦标赛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投资标的50万 报你吧 只有10个名额 我要加 网络投资陷阱多 稳住不赔是诈骗 欢迎拨打1.5版诈骗专线查询 Ladies and gentlemen 明镜在给不到5秒钟 但是一出门 我就看到 阿嬷要去拜拜 阿伯要去买菜 超保油门 我也只能轻轻的踩 学校附近有阴阿郎 医院周边有老大郎 人车拥挤处有探贾郎 5号这行阿口有咱处来郎 整条路都自己郎 特定区域小心 简术随停 让爱随行 住在九公寓三楼的陈奶奶 每天都在阳台边 与邻居们打招呼 因为爬楼梯已成为她出门的障碍 社宅包租代管4.0 以屋换屋 可跨县市服务 让长者生活更便利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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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有关系吗 我都喜欢我 我都喜欢你 包租代管333 方便行 安心住